沙球有点飘是怎么回事 这样吧 我把这个沙球怎么更快更强和沙球怎么有点飘给你们讲一下 沙球更快更强的话 如果你基本动作对的话 你就得去练一些力量 比如说我们之前 那个病例训练 对吧 还有给你们推荐一个训练 你们去自己去买橡皮筋 到处都有 这样拉着 然后让后面那个人 或者你自己挂墙上也可以 然后你找一个比较舒服的松紧度 然后手腕这个地方比较松 往前压住 走关节不要弯 然后手发力肩膀控制稳定 这样压到底 然后又起来 控制着起来 压到底 又起来 压到底 又起来 这个20次一组每天练5组 然后练完了以后 你就用这个动作 就是马上就可以去杀球 你用这个动作去杀球 因为这个动作是什么 就是让你在往下挥的过程中 能够去把这个球拍往下挥的 这条线给它挥的很直 是垂直往下的 但大多数同学挥下去是这样 对吧 是这样 就是这个肩膀控制不住 但这个动作会让你的这条 动作下来的时候 肩膀这块很稳定 然后你在杀球 啪 啪下来就是会是一条线 一条线那个球就中 这个是杀球的问题 这个动作可以去 去练习一下 好吧